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天有稍微跟大家提到 最近在中國爆紅的上海中金女 鄭文璐跳S的事件 那許多觀眾朋友希望我多說一點評論 那今天前半段我們就來說這個前因後果 跟到底為什麼他在中國會紅起來 後半段來說一下 有一名身價百億的台商 最近要撤資離開中國 結果不出三天S了 五天內火花 OK那首先這個上海30歲的女孩 鄭文璐在學經歷上都是妥妥的人生勝利組 清華本科浙江大學碩士 榮獲中國國家獎學金 一等優秀學生獎學金等等 與老公算是門當戶對 一起在上海的外攤買了1177萬人民幣的房子 分30年每個月還款5.6萬人民幣 而他在中國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這家公司實際控管他的上游是中國建設銀行 而中國建設銀行的上游的上游單位是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那這家公司是央企 直屬單位是中共國家單位 那其董事長彭純也是該公司的黨委書記 OK那介紹完背景了 那為什麼看似人生勝利組的人還要跳S呢 那他跳S又跟全中國人民有什麼關係 因為中共的財政狀況越來越差 又要大偶查30年的稅 對嗎 那中金員工這兩年的平均月薪 從10萬 降成3.5萬人民幣 而且 還要追討部分過往發放的獎金 以及福利還有年終 你要退還給我們公司 因為中共的倒查30年 因為中共的財政漏洞 那這些企業 國企 央企 還有民意企業被開刀那怎麼辦呢 那我當然就是從員工這邊在開刀嘛 層層互害 那這個米面上說是超發了20億獎金要求退回 但這只是冰山一角 你倒查30年的稅 未知數還要加上 而胡文時代給的寬率政策啊 我通通一一要討回 即便當時是合法的 但我現在說不合法要溯及既往的話 一一討回 2023年中金就大砍了40%的員工 獎金 獎金喔 不是基層薪水喔 要召開這個 三中全會嘛關於經濟的 而文啊中共將擴大徵收高端消費等等的方面的稅務 包含煙酒草啊 石油燃料啊 汽車啊 諸如此類的 並且放寬地方上繳給 中央的稅 畢竟三中全會還沒召開 具體是不是每個都會如實的調漲 不清楚 但大方向應該是會這麼做的 而搞笑的點就是 你要放寬給當地的財政 那除了上海或是廣東 基本上其他的省 都是大負債的 你說要放寬上繳給中央 那 這個能改變什麼事實呢 你少個10%20%也能改變 這個地方大負債的命運嗎 治標不治本 換句話說 也就是北上廣等 上繳給中央的錢也會減少 那等同於又會減少了 中央把這些錢去幫助負債的省份 果然是親自指揮的爛尾招 而更搞笑的點就在 中國經濟差是不爭的事實 包含你 中國的總理跟前任總理都承認過的事實 對吧 那中共的政策又學明末那樣 什麼大沙土豪資本家 都是他們害你的 然後土豪資本家又沒錢 怎麼辦 沒錢我當然又欺壓百姓 再跟百姓拿嘛 所以越來越多張憲宗 越來越多的這個 李自成 當然啦 地方關鍵欺壓也是有的 像是台灣去年操增稅 那這個意思不是要跟人民多收稅 反而是一直提高你的這個繳稅的門檻 跟更多的這個退稅的福利對吧 而這個代表是實際經濟 比我預測的還要好 所以操增了 而中共是在經濟困難之下又在擴大 各種的稅務方面 還要倒茶稅 而水裡面已經沒有魚了 你還要把水池的水給抽光 看能不能撈到一些魚卵 而去年開始有很多中國的國營單位 央企不僅欠薪 追討年終等等的舉動 那中鐵中建等等的公司也是如此 還有銀行與企業 推出什麼呢 退薪貸款 例如我要跟你追討 這三年的年終 那你一下子拿不出來 沒關係 我這裡有配合的借貸公司 或是銀行 或是中國 很有名的嘛 脫刮刮然後 可以去借貸的那一種嘛 對吧 那你去借款 把錢還給我老闆 那我老闆當然也不是自己要用嘛 這些錢我還要上繳給 省上了 這些舉措在台灣人 耳裡聽起來會非常魔幻 因為你們平時去旅遊 當然不會看到這些東西嘛 你也不會看到這些問題嘛 但你一旦被統一了 你就是享有這樣的待遇 那這個消息啊在7月3號 被透露出來之後啊 中共的一些媒體 馬上第一時間還出來 闢謠說 不信謠不傳謠 你們都在造謠吧 怎麼可能啊 我還在查啦 所以不信謠不傳謠 你都說了你還在查 又說不信謠不傳謠 搞笑了 那以上還可以得知啊 這名女員工不僅被降了基本薪水 還被降低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等等 甚至被追討前幾年發放的部分獎金 那我們推算 2023年中金平均 員工的年薪 已經從116.42萬 下降至70.4萬元 而這是跟2021年同比 但是2024年的今天 又大砍了25%以上 而我們看這個今年中金員工的平均月薪降至35人民幣 那就可以得知啊 今年的砍薪 同比去年 是到了40% 即便是如此 你平均一個月還是有15萬台幣啊 很夠用了吧 為什麼還要跳S呢 沒錯 這就是很多中國網友看到懷疑人生的 所以才掀起這股熱讓 注意啊這條貼文後面 這段話說了 普通鄉下地區一年的工資可能都還沒到 15多萬台幣 那你一個月這樣是多少 那你這樣一個月是台幣多少錢 是不是距離李赫祥說的 6億人9億人月收入不足12000人民幣的事實 差不多嘛 那我們放眼去全中國扣掉二線城市以內 剩下的才叫做完整的中國 人口基數基本超過10億 因為 鄭麗文的房子目前只繳納到第八期 一個月要繳納5.6萬人民幣 這還不包含水電費啊 網路啊交通費啊 餐飲伙食啊 製裝啊社交啊車帶 甚至孝親費等等等等的雜資開銷 那他月入現在只剩下3萬多 而他老公啊也是被降薪了 所以兩人的薪水加在一起完全沒有辦法負擔 這個就是他們太相信中國經濟了 所以才敢在高點的時候買房 一買下去 房價暴跌 你要脫手收不定還脫手不出去呢 這個狀況啊小粉紅你們自己心裡有一點束哈 自己上網 查一堆 不要在那邊說我造謠 不僅如此又砍薪消費降機 這不僅僅是出現在中間這家公司啊 他老公的公司也是啊 那畢竟7月1號的時候中共官方都說啦 要黨政機關過緊日子 那黨政機關 是不是他們最上有的那家公司也是黨政機關 是嗎 直屬單位嘛 那他也過緊日子了 那他下面投資的那些公司 是不是也只能過緊日子 但是在中國你們要知道啊 在中國誰都能窮不能窮到官 這是5000年不變的歷史道理啊 如果連工部門國企央企都過得如此了 你說其他沒有靠山的民間單位或是 他的散資 怎麼辦呢 很多小粉紅以為中國經濟要完 但是指明天你們就準備要吃草了嗎 當時大清人民啊 也在那邊喊 啊大清要亡了亡了 喊了三四十多年 大清才真的亡了對吧 他是一個循勛漸進的崩解 大明末年也喊了差不多三四十年啊 明朝要亡啦 那個跡象是不是差不多也三四十年之前就開始出現了 那是不是這個跡象你們自己心裡有一點數好嗎 你們點餓了沒點美團有沒有消費降級 同比兩三年前 你自己心裡應該清楚了 他在人生高峰的時候 砸大錢借待未來 他以為這是他的過程 未來他肯定會再到更高點 跟中國A股一樣 所以他非常看好中國的未來 所以他的人生槓桿拉得非常大 而估計他也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實 畢竟人生勝利組嘛 這麼大的挫折可能一時間沒辦法轉過來啊 網路上他的那些同事啊說 他在三月份的時候就憂鬱症 而我在網路上也看到非常多粉紅在喷他的人生槓桿開太大 造成這樣的困難 那我想問 你這樣算不算是辱華呢 你這樣說代表你也不看好中國經濟發展 不是嗎 中間是中國金融的夢幻公司之一 他們的直屬單位還是央企 都可以被這樣搞了 你不應該把問題點怪在中共身上嗎 中共的高官跟其子女在歐美的資產有多少 你搬出個百分之二十% 還給中國你都不至於這樣子 但你不願意嗎 好那接下來講一下關於 這位身價近百億的如性台商啊 他準備要撤資離開中國的時候 在6月21號不幸S 但這個消息呢 在7月5號的今天 我們才得知 那大概是這個樣子啊 這個如性台商原本 要把他在中國的生意啊 交給他兒子 但是他兒子在兩年前啊 不幸S了 所以他在今年過年返回台灣的時候 跟他的親朋好友說 我要慢慢把 中國的資產 轉回台灣 我要撤資離開中國了 沒想到在6月21號的時候啊 發生了這個意外 S了 而5天內 馬上緊急火化S 那究竟他的實際情況是怎麼樣 我不清楚 但是啊我接觸到很多很多的台商啊 包含2012 14年就撤資的 至今 還有好多錢在中國 轉不回來 那當然如果你要把這些錢轉回來 你要把這些錢轉回來啊 其實啊 比如說你有1億好了 你可能兩三千萬 要給當地的書記 當地那些銀行 當地那些地下錢樁 你要透過這些管道才可以把 剩下的錢 給幫回來 不然你就只能慢慢慢慢分散 這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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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還是要付出很多很多高昂的手續費 你才可以把在 中國的錢 帶回來 但如果你今天是中共的高官 不好意思 你可以全部帶走 如性台上的弟弟就說啊 現在對岸的 鬥爭非常嚴重 他兒子又掛了 去年也跟他老婆離婚了 現在他也掛了 那我非常懷疑啊 那是跟他在 中國的女性 親密友人有非常大的關係 其實啊 我接觸遇到很多很多的台商 他們也跟我分享過 很多人的家產 很多人的公司啊 部分的財產 都是被當地的女生 給這樣倒霉 而這不是少數 要用人頭 你知道什麼叫人頭嗎 就找一個女朋友 用他的名字開啊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當台商在這上面 也出了很多問題嘛 這個台商做作的說 跟女朋友拿去啊 因為他必須要用個人頭嘛 都說乾脆就找一個女朋友來做人頭 然後這個人回台灣的時候 再回去的時候不見了 他的所謂都被換掉了 然後他說 你是誰不認識你 我老闆啊 沒有老闆在裡面 你的名字本來是人家的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種事很多 真的很多啊 所以啊 非常歡迎認為中國發展很好的 台灣年輕人 去那邊多投資 去那邊多發展 尤其要買 中國的A股 跟10年的 中國國債 好嗎 因為未來10年 中國一定是世界最強 請用身體力行 做給我看 像我看好 未來台灣的發展 跟美國未來的發展 所以我買了台灣方面的投資 美國方面的投資 那如果你們覺得台灣如此不好的話 中國又不是我們說的這麼可怕的話 那請你用身體去力行 好嗎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小小姐 拜拜